哈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哈喽哈喽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这个 ai 绘画 ai 设计训练营的直播间啊 欢迎各位同学 那我们今天呢来学习的是咱们的这个 哎呦我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数字啊写错了 但之前可能第九课啊我把那个第九 呃哦应该是第十课对应该是第十课 啊我们的这个 mj 加 sd 联动的 然后轻松搞定设计方案的这一节课程 哈最近对吧最近确实天天在直播 哈啊最近是天天基本上在 我从上上个星期天然后开始 一直直播直播到14号然后呢 15 16号两天没有直播 然后从今天开始又要有17号18号19号 三天的直播以及21号的一场直播 好的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直播间 如果声音和画面都没有问题的话 来给响老师回一个1好不好啊 来给响老师回一个1 我来看一看我们的声音和设 我们的设备是不是都正常的啊 我们今天来学的是这个 mj 和 sd 结合在一起之后啊 去搞定这个设计方案的这些课程 好的好的那看来声音和画面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呢啊还是一样的 8点钟啊晚上8点钟的时候正式开始 然后呢 最实现在最实践的老师又小老师 对吧 无论在哪个营都看得到我对吧 对吧 因为我在 pvt 营 我在 excel 营 我在 ai 办公营 然后呢我在咱们这个 我在我们 ai 设计 对吧 啊也不能说有疯狂吗 我应该是刚好赶巧的 就是刚好这几个营开营都是啊 就是我上课的时间都刚好在这一个节点里面 所以说就挤在了一起啊 然后呢就日程就相当来说相相对来说会比较满一些啊 就像我上个星期基本上就没有 每天晚上都在直播 没有一天晚上是休息的 哎 好的我们在等差不多一分半的时间啊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8点钟的时候正开始 想必大家也在我们课前预告的时候看到了 对吧 今天晚上我们学哪些内容 就是啊 ip 人设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我们的第二个关于一些伊拉罐包装的定制 还有我们最后的那一个海报的一个设计 那海报的一个设计 那这些呢 之前可能大家都学过一定的关于 比如说MJ去啊 绘制这些节日海报啊等等对吧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需要把SD 因为要把SD里面可能更加控制的东西 结合到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里面去 啊有什么是不会的 有啊我的PS就不怎么会啊 哈哈哈对吧 我PS就不怎么会啊啊 主要是最近一直在就是研究SD 然后PS其实我早就报名了啊 PS训练营我自己早就报名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我钱都交了 我从去年钱都交了 然后一直没有去啊一直没有去学 所以说导致大家可以看到 我之前有一次那个就是第一次课 哎还是第二次课 第二次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那个ControlNet对吧 哎我就呃翻车了吗对吧 PS就翻车了真太正常了 因为因为我确实PS不怎么会 然后呢有一些设计的东西 我可能用PPT就搞定了 啊能用PPT我就不用PS 啊刚做的作业就很符合今天的课程 对啊哈哈哈 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 来PS引对吧我上肯定要交钱啊对啊 你以为我们课都是白 自己内部课都是白嫖的吗 不是好吧都是要还是要 就是公司员工内部价还是有的对吧 这个呢每期命约工资回收计划啊 每期命约工资回收计划 好了那我们时间对吧啊 我们时间呢已经到了8点钟了 啊已经来到8点钟 然后呢我们就来正式开始学习 啊正式开始我们学习今天晚上的 MJ加SD轻松搞定设计方案的这一节课程 那我呢还是大家比较熟悉了对吧 现在大家可能最熟悉的老师 就是小老师了啊 因为不管大家是在群里面交流 还是啊这个对课程有什么的 这些评价啊什么的对吧 大家的口口啊这个口 这个口中我肯定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老师 好那我就不再过多介绍我自己了吧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 我们要学什么东西对吧 那我们之前学了MJ的这一个创意的生成 然后呢我也学了SD的啊用不同的模型搭配 去lora搭配这一些contro net 去实现很多的一些啊 呃精准内容的一些控制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MJ他比较生成 比较适合干嘛 比如说我们用MJ去生成 这些商品的宣传海报啊 像这样的像这种宣传海报 你看他是什么 氛文感十足对不对 那他的这个场景感还有这什么的 这些氛围啊还有这一些冲击力 都特别强啊视觉冲击力很强 所以说呢很多人 在那个在很多的网站比如不论是小龙书 还是微博还是其他的地方 发的这些作品 看上去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就是那种作品呢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是用MJ去生成的啊 很大一部分都是用MJ去生成的 那但是呢他有个缺陷就是 我们就算是用了这一个啊 MJ他生成的这些东西视觉冲击力很强 但是呢我们没办法很好的用 他直接去把我们的商品融进去对不对 就算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像这一个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一界面啊 这里边呢我我们有一个 设计出来的一个一拉罐的这个饮料的产品 对吧这个什么暴打仙宁 然后呢写上我们的秋叶的标 但是要放进去之后 就算是我用电图加上这个IW2 这样的一个指令 你看右边生成的都是什么 他们的商品都会变对不对 虽然说他整个的构图啊没怎么变啊 他的创意构图都没有变 但是他的商品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对不对 和我们原来的自己的商品相差128千里 基本上可以说毫无关系 基本上毫无关系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MG他的一个缺点 MG他一个缺点 他无法精准的去还原我们的商品 就算是你用了再牛的手段去控制他 可能他的商品也会改变好 那这个是MG的他的一些特征 还有一个缺点 那我们如果说SD可不可以呢 SD如果说用相同的一个场景去用的话 怎么办啊那我们比如说用SD套上不同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真实系的大模型 然后呢再结合一些可能啊 适合在商品拍摄的这样一些LORA模型 我们可以用SD确实也可以去直接生成 商品的宣传图对不对啊 你看他给到的这一个啊 效果呢可能就没有咱们MG那么的有冲击力 啊设计感没有那么足 那他就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让一个场景拍摄的效果 而且呢啊啊 但是呢他可以干嘛呢他的优势是 他可以维持商品的原貌 比如说啊啊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商品图用白底的啊 垫到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图生图里边 大家之前也学了对吧 图生图里边然后呢他能够精准的去 还原就是把我们的商品的这些细节 都给固定下来啊 但是他也有缺点 那他的缺点是什么 除了刚刚的视觉冲击力比较差之外 另外一点就是他会给我们的商品 给我们的图片添油加醋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左边是我们的 这个商品对吧 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 在他的伊拉罐的最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蓝 不原本不属于他的这样一个啊 这一些装饰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环对不对 像这个蓝色金属环 就不是他原来的 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啊 他啊右边这张图相对来说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但是他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场景融合 也是比较差的 那既然mz和sd他都是有各有所长 也各有缺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 把这两个工具 他们的特点 或者他们的这个长处 给他结合起来 对吧啊 不妨把这个mz和sd的这样一些啊 长处结合起来 因为mz去擅长创意生成 那sd擅长我们的定制细节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晚上整节课程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都是沿着这样的两句话 mz擅长创意生成sd擅长定制细节 所以说呢 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 也要把这样的一个中心线 我们的这个主轴线吧 我们的这个轴线给他记下来 那我们因为后边的很多的东西 都是也围绕着这样的两句话来进行的 那他们是如何去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沿用了这样一个思想 在在我们这一个整个的流程里面去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学习 这样的将mz和sd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呢我们今天看一下 课程的学习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人物ip设计 然后呢轻松定制你的专属角色 第二个呢就是做出创意感 这个定制级别的一阿关的包装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制作氛围感十足的产品宣传图 产品宣传图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就给大家讲 这个人物ip的设计 然后轻松去定制大家的这个专属角色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在这节课里面给大家准备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图啊 给大家看一下预览图 大家觉得你看到这个效果之后你觉得 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冲动想要去 创建一个属于你的这一个ip 你看这个是我以我们公司邱小夜啊 为这一个延伸 然后来生成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的整个的设计方案的介绍 然后呢我们对应的人设描述 还有这一个表情的延展 还有我们的这一些表情包的沿用 还有这个海报设计 以及我们有一些周边定制产品 对不对啊周边定制产品 比如说这个包装袋 比如说我们的抱枕啊抱枕这个呢 都是你有了这个ip之后 你可以做很多延伸啊 你可以用在把它用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去加强你啊 别人对咱们企业的一个认知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形象顾啊 当做是一个视觉锤对吧啊 别人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就能够想象到 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秋小夜对吧啊 秋小夜是哪个班的班班秋小夜啊 这个啊打算这个秋小夜呢 目前没有负责这一个啊 目前来说没有负责 我们训练营的 它是呢我呃 创造出来的一个啊 我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这个形象是我创造出来的 当然秋小夜 他是元老级别的这一个运营啊 元老级别的这个运营官 所以说那他目前来说还没有负责 暂时还不在我们这个啊 训练营的或者是其他课程的运营里面去 以后赞品就用这个对吧 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啊 我们是有这个想法 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做这一个啊 是不是要做这一个秋小夜的 他的抱枕对吧啊 这个是我当时做完这个抱枕之后 我也觉得哎 这个既然手办对吧 手办制作起来 我们当时之前有咨询过 你要做一个手办可能要啊好几万啊 才有这一个他要给你进行模具的设计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啊 后续的开模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东西 对吧 他的花费会比较高 但是呢抱枕的定制对不对 抱枕的定制 啊抱枕的定制是干嘛 抱枕的定制是很很便宜的对吧 但是他这个这个 他的成本会比较低 而且我们很容易走量啊 可能以后我们会考虑把这一个抱枕给他做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当做是训练营的这个奖励吧 那训练营的奖励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如果有了这一个ip形象之后 你是可以把它用在很多的地方 对吧 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表情包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包设计 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冰的设计都是可以的啊 好看对吧 极卡对吧 你说这个包装袋吗 可以啊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啊 秋小夜背后是想了 不是啊秋小夜背后不是我啊 秋小夜背后不是我 我曾经是我 但是现在并不是啊 曾经是我 因为曾经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的 我既做客服又做运营又做大鱼 啊我很多都做的 所以说呢 以前对吧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他背后是我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了 现在我已经在 坐在我们的屏幕前给大家讲课 做老板没有啊 怎么怎么有老板啊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的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已有ip之后 可以做一些事情 把你可以用 沿用的一些场景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一个 以往的一些角色设计 你可能要经过的一些工作流啊 秋早夜去了去了小子啊 秋夜对吧 因为被啊这个地方被被挡住了 啊这个地方被挡住了 好 以往的一个角色的设计 它的工作流是这样的啊 以往 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因为你涉及到前期一些信息的收集 还有一些筹备 那所以说呢 你自己要去做一个这样一个 啊ip定制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提供啊 做很多的搜集工作 或者是一些整理的工作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流程 其实也没有被完全被ai取代掉 对吧 而且我要我要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人类啊 ai并不是为了来取代人类的 那他ai不是人类的替代品 而应该是我们效率提升的加速器 然后应该是我们效率提升的加速器 我们可以把ai用到我们这个工作流里边 它的啊一些环节去提升我的效率 那像我们这一个啊 角色设计过程里边呢 你看前面的概念的设计 那可能角色的参考的收集 还有角色的圆形的设计 可能这些都无法由这个ai完全去帮我们去执行 但是到后面 像这个角色的设计啊 还有表情的控制 还有后续的渲染图生成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借助ai去帮我们实现啊 ai去帮我们实现 但是呢前面的三步也不是说完全 就必须得人为来做对吧 那我们你像我这一次去 为了给大家研究这样一个流程 我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我就是把我们前面的三步 把我们前面这样的三步 试探性的去问了一下ai 把这个东西试探性的问了一下ai 比如说我先问了一下他 我说我如果想要去定制一个ip设计的ip形象的话 我需要考虑哪些东西啊 像这个大家看一下啊 我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我应该怎么去做 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盲盒的形象 对吧 我应该怎么去做 我要考虑哪些东西 然后呢像这个ai cloud 这个也是一个 类似于下GPT的一个员工智能 那他就告诉我 你要去做这个ip的盲盒形象的话 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几点 那这样的话他给到我一个思考的啊方向 那给我一个思考的方向 也让我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ai 让我们有一个啊准备资料的方向 ok 那我了解了这样一个东西之后 我简单的给他 口述了一下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 呃信息 当然这个信息不是完全准确的 我就简单说了一下 我说我们公司的名字叫秋叶 然后呢我们创始人的名字也叫秋叶 之后我就告诉他 我们是一个扎根c端的这一个职场办公 在线培训公司 然后呢他就给到我一些这样一些品牌 ip形象设计的一些建议 你看他们讲我是可以通过 因为以往以往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些调研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搜集太多资料 但是有了ai加持之后 我们是可以让ai给到我们提供很多的 这个啊还是碎嘴 对是的没关没办法 但是呢他的这个交流的感觉就更舒服一些 对吧好 他会给到你很多的建议 那这些建议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什么 就包含了ip设计里面 你可能需要的一些形象啊 一些形象好 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些建议之后 那你看这里边他会给到你一些 比如说建议可以设计成一个可爱的秋叶精灵 然后带着咱们的这一个秋叶的小精灵的啊 秋叶头环的小精灵 然后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拿着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呢他就给到你很多 比如更无无论是外貌还是一些氛围啊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他有一些性格的设定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形象设计干嘛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形象设计啊 把这些形象设计从我们的建议里边去 把我们的这个建议里边去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 大家看一下提炼了之后是不是 我让他告诉我 给到我一个这一个ip的完整的造型描述 ip造型的描述 这样的话他会给到你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头顶秋叶花环 身穿粉色中式衬衣和橘色裙子的女女孩精灵 然后呢他头上有什么样的长发啊 带着什么样的笑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还有他表达出来的这一些氛围 还有表达出来的一些啊 这个怎么说呢叫做个性的了啊 或者是我们这些呃形象特征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啊一些 突然一下可能脑子就远啊 出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他的整体的啊 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吧 都是散发出来的一些光芒啊 都是可以在这里边他可以你提供出来的啊 假装没看到没关系啊 大家有问题问吧对吧 好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完整的造型描述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干嘛 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提炼一下 简单再提炼一下 变成我们去生成形象的这些描述词就对 啊因为我当我们有了这些具象的描述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借助AI工具 帮我们去生成对应的角色 帮我们去生成对应的角色 好这个时候我们前面三步其实基本上就快做完了 啊前面三步基本做完了 剩下的我们就来到了AI加持下的角色设计 还有我们这个表情控制 还有最后的渲染图这样的一个制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AI加持下角色设计里边 对应每一个步骤里边 每个流程下边都会对应的 有对应的软件啊对应的工具 以及它的一个完成的工作 你像我们的角色设计 我们是可以干嘛啊 角色设计我们是用MJ对吧 MJourney去生成角色线稿 MJourney去生成角色线稿 然后stable diffusion去完成上色 之后呢我们再去利用这一些形象 已经上色的形象去 在SD里边去生啊进行表情的修改 之前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功能 是可以帮我们去控制表情的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一些 啊多重不一样的表情的 这个小人给他完成这种3D渲染 然后就变成我们那一个 3D感十足的这个小人的形象 还有个人说要抢我半碗啊 这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下 整个的一个流程啊 具体的操作还是要看大家 有很多的一些行业积累才行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 这个是严严文字表情的猫猫同学啊 你如果要做IP机枪设计的话 你可能远远会超过对吧 你如果说你在这个行业有扎根 很多很多的时间 或是有这样一个经验的话 你肯定是比别人会更迅速一些 更容易上手一些 你的效率也提升更快一些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当我们把刚刚的 那一些形象特征提炼啊 已经汇总之后 我们就可以由我们的AI工具登场了 比如说第一步 我们的Mid Journey就可以登场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Mid Journey 他可能更擅长于做这一些创意表达 那你看SD里面虽然说 他也可以生成线稿对不对 我们现在上节课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Laura里面有一个叫做 线稿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啊 线稿生成的这个模型 但是呢他给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更依赖于你的大模型 对更依赖于大模型 他给到你的创意可能会比较散一些 或者说比较固定啊 他给到你的创意 创意会比较固定 那不利于我们去发散啊 不利于我们去找到更多的一些效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MGA啊 用Mid Journey 去来完成这个创意的设计 好那这个角色怎么去描述呢 这个角色怎么去描述 首先呢 今天要先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 我们有如果说 你想要生成一个单一视角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指令 大家可以截屏保存一下啊 你如果想要去生成 对应的这一个角色的指令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口令去做 比如说你看现稿的 我把我把这些重要的东西授语啊 我都是用这个橙色标注出来了 橙色都标注出来了 看到没有 中英文对照 第一个行就是我们的一个可爱的卡通人物 黑白线条的插图 然后呢 黑色线条素描 就是Black Line Sketch 对吧 黑色线条素描 然后中间黑色的部分 中间黑色部分是对于这个形象 IP的一个描述 它外观的描述 比如说一个精灵 穿着衬衫和裙子 头上呢是秋叶花环 长发 灿烂的笑容 然后是一个全身的形象 是一个全身形象 好 最后的话 我们再去为了能够更好的 让我们这个最后生成 咱们的这一个啊 3D形象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边去加上了对应的流行玩具 泡泡马特风格 然后盲盒玩具 那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人物 他更加的纯粹一些 那我们就 没有给他加很多的一些背景描述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用了这一个 白色背景和简单背景 来去进行一个背景的一个约束 这样的话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指令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指令 发送给Meet Journey 让他去帮我们 生成对应的 这个角色线稿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当然 当然他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 对这个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试一下啊 当然你直接去用白色背景 或者是简单背景 也都是可以的啊 也都是可以的 好 这个指令 大家有没有截屏保存下来啊 截屏保存下来之后 我们其实就是可以 以后你如果想去生成这样的一个线稿 那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里去写颜色 就是因为你写了颜色之后 它会污染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成的效果 所以说呢 你如果想在MG里面去生成这种线稿的图片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把你这里边很多关于颜色描述给它去掉 然后去增加这个黑白啊 这个黑线 或者是这种素描的这些描述 好 那这个地方大家有听懂吗 那就是关于我们利用MG去生成这一个 线稿人物的这一部分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同学来回复一个1 这个是我们单一视角的这一个角色的一个生成 好听明白同学回复一个1 ok 那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的MG里面去生成对应的这样一个效果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这是我之前做的对吧 这是我之前做的这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他给到 我给到他之后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isco里面 disco的里面的吧 你看我最开始去进行生成的时候 最开始进行生成的时候 我就犯了很多的错误 就是摸索之后得到了效果 摸索之后得到效果 你看我直接没有加那个前坠 生成的就是有彩色的对吧 而且他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奔放的 或者是怎么非常的 不利于我们进行后续的角色形象设计 那之后呢我就添加了对应的一些描述 比如说约束他的颜色 去掉他的颜色之后 但是用mid journey这个V5.2 5.2版本的这个效果 他生成出来的可能 还是会带有颜色 而且他的这个效果 也会有一点点怎么说呢 不符合我们可能平时 不符合我们平时对这样的一个 盲盒或者形象的一些认知 然后而且他背景也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后院的话我就开始慢慢的去 尝试使用的使用我们这一个 用我们的Nizi这一个模型 用这个Nizi机器人去生成 这样的话我得到 我觉得还不错的这样的效果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得到了一个 他呢给到我们很多的这一个 他给到我们不同的风格的一个展示 对不对 那利用MJ里面的Nizi这个机器人 他能够帮我去生成 可能更加符合我们平时认知中的 这种形象的一个设计 更加的Q一些Q版一些 更加符合我们平时认知好 那有了这这样的几个 这一个角色之后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找把它们拆开了 把它们拆开了拆成了这样的4个 最终呢我选择了咱们的第4个 选择最后这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看起来更加Q一些 而且左边这一个三个 可能更加偏向于欧美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 偏向于欧美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我最后选了这一个 可能更加符合我 可能更加符合我审美的这个效果 好那为什么也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先出现稿 再出这一个上色对不对 那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直接出上色图之后 它有哪些可能你不满意的地方 你要去修改是吧 这样的话导致你最后要去进行反攻 要进行反攻 所以说呢我们就记住 第一步先用Mind Journey去先出我们的现稿 然后我们再去SD里边去进行上色 因为SD它可以对我们的颜色进行更加精准的填充 或者说它可以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想法 更多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想要 如果说你不想要这样的一个 你没有一个清楚的对这个颜色上色的一个认知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SD 帮我们进行非常多的一些颜色方案的生成 颜色方案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生成效果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步 那也就是这一个角色设计里面的第二步叫做上色 那用我们的形象来进行一个上色 给我们的线稿进行上色 Stable Diffusion要登场的 这里面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角色 把我们的角色上传到Stable Diffusion的纹身图里面 然后用它的这个ControlNet里面 然后这里面呢用预处理器LineArt Realistic 这个呢是我们这间课程里面有给大家讲的对吧 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用这个LineArt Realistic 就是因为它能够识别我们更详细的 这一个角色身上的一个线条 那它的这个线条会更加丰富一些 那细节也能保留的更好 然后呢模型就用LineArt 那这里面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在我们的Meter这个Stable Diffusion里面 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如何去进行一个上色 好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纹身图里面 那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进行纹身图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先不要 先不填写这个描述词啊 待会直接把刚刚的那个 用来生成Meter journey的那个啊 生成现稿的描述词 全都给它拿过来都可以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找到 打开我们的ControlNet 然后在第一个Unet0里面对吧 在线板的支持啊当然是支持啊 这个为什么不支持呢啊 这个是支持的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那一个啊 线稿图啊 我们找到那个线稿图 我们来找一下 哎好像 好像文件没有同步过来没关系 那我直接用这个里边的吧 我直接用这个里边的 用PVT里面的 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上传进来 复制粘贴过来 上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ControlNet里面 对不对 之后我们在预处理器里边去选择 直接选择LineArt 选择LineArt 然后呢把预处理器选择为LineArt realistic 之后我们点一下预览 啊点一下预览 你看右边就能够帮我们把这个角色的 非常详细的一个线稿给它识别出来 给它识别出来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在 stable diffusion里面你做第一个 把你把我们的IP形象的线稿给它上传上来 然后呢利用LineArt realistic预处理器处理一下 然后选择LineArt模型 待会我们就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颜色配色方案的一个生成了 配色方案的一个生成 好那这里边我们完成了上传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这一个提示词对吧 调整一下角色的提示词 要去掉和线稿相关的所有提示词 线稿上这个所有的提示词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 这个在midgen里面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第一行有这个黑白的线稿 然后呢一个卡通人物的黑白图 然后呢最下边我们就加上了这个什么 这个非常白色白色的背景 还有这个简单的背景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把和线稿相关的 黑色的线稿图和这个素描图给它去掉 然后呢只保留橘色的描述词 那比如说这个一个精灵穿着什么什么 等等这一些 然后呢加上一个简单的质量提示词 简单的质量提示词 来我们来一样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删减之后的这个提示词 给它粘贴到我们的这里边来 粘贴到我们这个纹身图的正向提示词里 之后呢下边这个地方 那下面的这个反向提示词 我们用一个基础的起手式 就是非常简单的那一个约束吧 非常简单的约束 好给大家填写进来 填写了之后我们模型要改啊 记住啊大模型一定要改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上色对吧 只是做上色 上色所以说呢 我们就尽量保证 它的这一个平面的效果就好了 保证它平面的效果就好 OK 那我们把这个大模型 从写实风格的改成我们的 这一个 2D二次元的这样的一个 pastle enemy 这一个模型 pastle enemy这个模型 或者说你其他的 二次元的模型都可以 但是呢这个pastle 它的这个模型它可能更加偏Q版一些 更Q版一些 好这样切换过来之后 剩下的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抽卡了 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抽卡了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p次 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点 比如说提到4个对不对 4个p次 然后它的尺寸我们可以匹配一下 匹配一下它的一个 这个地方有有点问题 刚刚因为我粘贴的时候 我直接把这个文本也粘贴过来了 大家等我一下 我再重新的操作一下 OK 我再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呢重新匹配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生成了 接下来进行生成 点击生成 它就会自动的完成4条4张 这个配色方案的一个快速的生成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快就完成了对应一个配色方案的一个生成 这个liblib是可以做的 这个liblib都是可以做的 你看 它这个时候给我们生成了4种配色方案对不对 但是这个配色方案我觉得可能不好 对吧 我可能觉得不好 那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步数比较少吧 那我们就还是用30步 然后呢换一个处理采样器 然后呢再进行操作一下 再进行操作一下 然后呢让它给我们生成更多的一些配色方案 之后你就可以在这一些颜色方案里面去找 颜色方案里面去找 这里面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的一个 流程 简单一个流程 然后呢对应的一些效果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PVT里面其实给大家展示了 那它可以给你生成不一样的一些效果 然后你从里面去选一个固定下来去使用就好了 好的 那因为随着步数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个生成的过程 也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上延长 好 那这一步大家都清楚了吧 就用我们的轮廓约束对吧 为我们的线稿图去生成不同的配色方案 比如说右边这一个就是我生成的 我在当时制作的这个时候去生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次做的和我们上一次做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刚刚演示的 它生成的配色方案和我今天 在PVT面给大家展示的都是不一样 这也是SD出图的一个 它的每一次它可能都是有这样一个随机性的 随机性的好 那这一步大家如果听明白的话 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1好吧 这一个关于我们线稿上色用LINEART去进行约束的 能听懂的话回复一个1 对我没有特殊形状说明的话都是可以用LeaveLeave的 这里边你看我都没有涉及到后续的很多的那些插件的应用 对吧使用对吧好 ok那这一步大家都清楚了 那这样的话它给到我们非常多的配色方案之后 我就可以从里面去选一个 我就从里面选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它可能把白色的头发 然后呢这个裙子稍微来说 稍显沉重了一些对吧黑色裙子 然后呢 左边这一边可能又出现了什么这一个 它是棕色的整个的色调就比较偏爱 所以说最后我在里边去选呢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些形象 交给你们的公司的上层 或者是你们团队的整个的然后来进行讨论 那比如说我一个人对吧我就决定了 我就用这个右下角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你看它的颜色看起来有个比较的鲜亮 它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红色 在它的整个的配色里面是非常亮眼的 所以说我就选择右下角这样的一个形象 来作为后续工作的延伸 后续工作延伸 好当我们有了这个工作之后 我选定了右下角这个形象之后 接下来我就可以进入到第5步 第5步就是我们的表情的控制 你看现在它生成的是一个微笑的表情对不对 那为了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 能够有更多延伸的或者是使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去用它来做表情包 或者是用在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去 来展现我们的一些情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下来 用局部重彙的方式来去生成角色的表情图 来去生成角色表情图 你将这个通过这一个形象 我固定下来之后用局部重彙把脸部涂抹 然后就可以生成这个生气害羞 还有哭泣然后这一个愤怒 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就普通的一个表情 然后还有一个呐喊震惊 微笑还有这个轻蔑甚至是wink这样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形象单独的形象 来进行局部重彙 帮我们把这个角色的表情更加丰富一些 那局部重彙这个操作大家都会不会 我来调研一下 在直播间的同学如果说你会局部重彙去 修改角色表情的同学来回复一个2 我来看一下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对吧 我预判你我让大家回复2 你回复了一个1 好这一步应该大家都清楚吧 就比较简单对不对 当你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在sd里面这样做 我们在这个sd里面是可以把你固定好 选好的一个形象 比如说这一个形象吧 像这个形象我是可以干嘛的 我是可以直接发送到图声图 发送到局部重彙的对吧 用reference only可以啊 用reference也可以 但是呢 但是这个reference它的 它会改变你整个的角色的形象的 如果说你想要固定这个形象不变的话 你就需要用这一个局部重彙 然后去保持其他的部位 除了脸之外的其他部位都要固定下 你用reference可能得到的形象会有些变化 好你到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发送到局部重彙里面去 接下来你就可以干嘛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画笔 对不对 把这个画笔调粗一点点 把它的脸部给它遮盖住 把它脸部遮盖住 然后在我们的提示词里面去添加对应的表情的一个描述 表情的描述 ok 这样的话剩下这些参数 我们之前在局部重彙那节课里面给大家讲的 因为我们要重彙什么 要重彙蒙版内容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脸部所在的区域其实不算太大 所以说那下面我们就可以选择为整这个紧蒙版区域 紧蒙版区域 然后把迭代的部数提高到30 然后下面这个局部重彙的幅度调到0.5 那稍微小一点点 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在提示词里面去修改对应的一个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就好了 对应的表情描述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边去添加smile 添加smile 我再给大家演示比较简单的添加一个smile 这边有 这边是有的对吧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brightsmile给它改掉 比如说把它改成crime ok 改完之后你就可以对它进行干嘛 就可以进行生成了 就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快这样的一个哭泣的表情就做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是liblib和这个我们本地部署的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在本地部署的话 你如果想要快速得到不同的表情 其实有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Laura训练这些课里面 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叫做xyz对吧 你要改动作 改动作还没有讲到 改动作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先讲的这样一个固定的 一个形象的固定动作的这个表情 好 然后下面有脚本 在本地板有一个脚本 这里面你可以去改它的xyz图表 然后把这个x轴的类型改成我们的 提示词的搜索和替换 提示词的搜索和替换 然后你再去把这个刚刚的crime 改成其他的表情 改成其他表情 然后呢用英文逗号去输入不同的表情 比如说laughing 就是大笑对不对 好 然后还有什么angry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去写好 写完之后 把所有的生成的过程都交给AI 让他自己 让他自己去跑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生成一次修改一次 生成一次修改一次 好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他这个时候就会自动帮你去完成 其他的这一些提示词的一个快速修改 一个是哭泣 这个luffy没有做出来 但是angry是做出来的 angry是做出来了 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抽卡 然后去帮我们把这一些表情全都给他 全都把它生成出来 这样的话你的人物形象就非常丰富了 就像我们这个幻增片里面展示出来的 对不对 就变得非常的丰富了 你像从左边到右边 我一共有这样的10 10个表情 那这样的话 你形象的应用的这个场景就更多了 拼写错了对吧 拼写错了 那可能是否是有问题 这个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的一个过程 具体的一个过程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局部重维这里边 我就可以得到了这个单独动作的角色表情图 还有这样的10个对吧 那Nuffy拼错没有出来对 没有注意 只是给大家演示对应的一个操作 好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色表情图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干嘛 接下来我们到进了第6步 你可以把这些形象 给它完成IP形象的一个3D渲染 这样的话你把上完色的这一些 这些形象把它发送到图生图里面去 那发送到图生图里面 把大模型改成Rive and Mated 这一个我们经常推荐大家去用的 这一个2.5D的大模型 然后呢Lora我们选择这个Blendbox 就是盲盒的那个 呃Lora模型 然后呢权重是到0.6到0.9之间 去把它生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盲盒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一个3D渲染效果 好这个Lora的使用大家会不会 Lora使用如果大家会的话 来回复一个3我看看 关于如何将它从平面2D的图片 转换成Lora的这种Blendbox 就是有盲盒格式的盲盒形象的 啊大家会吧3对吧差点写一对吧 啊大家有的时候我就不按套路去出牌啊 啊不按套路出牌好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得到这一个3D形象的 一个渲染对吧好 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具体的过程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啊找到 好在这里边还是一样的 用它去把它发送到图生图里面 然后呢把大模型改一下 改成RaveAnimity的这个2.5D的模型 接着呢他们的这一个接着 他的这个提示词应该还是一样的对吧 好我们把它的打开Lora 打开这个Lora的展示 我们把它切换到Lora里边 应用一下咱们的这个盲盒的 我找一下那个盲盒在哪里啊 可能是在材质里边OK找到盲盒 把它的这个权重改成0.8啊改成0.8 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图片的生成了 手重绘一下啊这个啊 如果说对吧你的这个行 或者是手部有问题可以重绘吗 我这只给大家演示 由图片生成2.5D这样一个盲盒 效果的一个形象啊点击生成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等待他后边这个地方 自动去完成效果的一个制作了 啊这个地方开啊我的脚本 大家注意啊你如果开了脚本 对吧一定要把一些工作啊 一些功能给他关掉啊 一定要把他功能先给他关掉 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点击生成 这样的话他就会自动的完成 我们这一个盲盒效果的一个渲染 当然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生成的 和你原来的 差别太大的话记住啊 要把我们的这个局部重绘的 重绘幅度给他稍微调小一点点 调到0.3到0.4之间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生成 这样的话他得到的这一种 盲盒的形象的效果和你原来的 圆图的这个平面的效果是更加接近的 更加接近的 ok 这样再来一次你看 就更加符合你原来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6部里面的 其中一个就是完成IP的3D渲染 IP的3D渲染 那当你从左边的平面 然后生成了右侧这一个3D效果之后 那我们还要给他增加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地方对吧 我们生成的这个角色的人设图 他的这个枫叶上面的纹理 是不是没有显示出来啊对吧 你看这个纹理非常的浅对不对 非常的浅 而且他的整个头发的质感 还有衣服的质感 还有他的纹理和细节都会比较粗糙一些 粗糙一些 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这个IP形象 更加的形象生动 或者是细节更加丰富 我们需要进入到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 渲染细节的部分 把它的细节提升一下 来我来考验一下大家 如果说大家要提升我们画面的细节 你要用什么功能 你要用control net里边的哪一个模型 来大家回复一下我 我看一看大家的回答 是不是有认真去听那节课程啊 有没有去认真听我们的 那control net的那节课程 为什么不直接生成盲盒 盲盒的这个表情 可能比平面的这个表情生成会满一些 你可以先控制他的轮廓吗 你控制轮廓之后 再去生成会更好一些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先生成线稿 然后再去上色 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了 我看到有同学回答出来了对吧 tel 对不是title是tel 是tel 是tel 你要想去这个完善 或者是补充他的细节 或并他将他进行放大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的是咱们的这个tel模型 control net里边的tel模型 好大家注意啊 你可以将他生成之后的盲盒 发送到图生图里边 发送到图生图里边 然后再将这一个尺寸 设置到放大两倍 尺寸放大两倍 之后删除或者是取消掉 laura的一个启用 之后打开control net 直接选择tel resimple 还有我们的这个tel模型 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完成 这个细节的渲染和放大了 这个具体的也给大家看一下 具体也给大家看一下 当你完成这个盲盒的生成之后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发送到图生图里边去 还是有一个发送图生图的功能 点击之后 我们的这个形象就到了左侧 对不对 到左侧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下面的 把下面的重绘尺寸 从重绘尺寸切换到重绘尺寸倍数 把它设置为两倍 把它设置为两倍 这样的话我们又完成了 由小尺寸变成大尺寸的 你看之前是376×504 现在就变成了什么752×1008 它的这个尺寸就变多了变大了 好接下来下面这个 下面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去修改一下 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盲盒的一个设置 对吧 盲盒的Laura设置 我们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然后呢在下面去打开我们的Ctrl-Net 打开Ctrl-Net 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图生图里边 你可以不用再去选择 不用再去选择上传图片了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本地版它的一个 在图生图里边你用到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是可以自动去识别你图生图里边的图片的 所以说呢你可以不用去上传你的刚刚的那张图片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勾选启用 然后呢去选择这里边的Tail模型 Tail Resimple 都是有的 这个预处理器都是有的 在我没有特别强调的地方的话 这个都是可以在Liblib上也可以实现 在本地版都是可以实现的 好 因为本地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直接给到你的一些选择默认的选择 你看我在这里可以直接勾选Tail 它也会自动的完成Tail Resimple的 预处理器的选择以及这个模型的选择 以及模型的选择好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直接让它进行重绘了 就可以让它直接进行重绘 好我们点击生成 点击生成 这样的话它就会在原来这张图的基础之上 对我的这张图片 进行一个尺寸的放大以及细节的增加 而且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个本地版的还是挺快的 大家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它的细节是不是比原来的更丰富一些 你像这个地方 之前这个地方我们的裙子上是什么 我们的裙子上就是一个扭扣 圆形的扭扣对不对 圆形的扭扣 但是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它会自动把我们的扭扣渲染成什么 渲染成枫叶 看到没有 渲染成枫叶 而且衣服这个地方 你看到了原来是一个布料 就是一个简单的布料 但是它在这里面去渲染的时候 会把你的细节增加变成我们的树叶 看到没有 这个绿色就变成了树叶 而且树叶的纹理也都更加丰富了 表情啊 还有它脸上的这样一些腮红 还有眼睛的细节 也都会帮我们进行一个补充 所以说这就是TEL模型的一个应用 那在我们这一个过程里面 大家是不是把我们之前的课程都 对吧 手指也跟蹦登了 这些都是细节嘛 他就是帮你把有的细节都给你增强起来 都给你增强起来 你像这个手指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但是到了这边 你看哎这个手指就更加明显一些 而且更加Q一些 更加有质感一些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借助AI 他能够实现了整个的流程 好吧 大家这一个关于第六部 我们这个角色的一个 我找一下我们这一个IP形象的3D渲染 还有一个细节的增加 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同学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4 好吧 看大家对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知识点掌握还是挺明白的 要补签要增强细节 就用TEL模型对吧 用TEL模型去实现 OK那这样你来的话 那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设计的流程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如果说是 有些模型搜不到对吧 怎么给它增加动作 你如果要增加动作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 比如说我们要去给他 进行这一个 你要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你可以把他们生成那几个表情 训练成一个模型 训练成一个模型 然后再用CountryNet去控制他的 控制他们的这一个动作 但是呢我测试了 我测试了一下就是 他很难去帮你把这一些动作 全都给你啊 完成啊 所以说我今天 先给大家讲的是 这种单一动作的一个角色 那你如果想要让他去 生成更多动作的一个效果的话 这里面呢想要给大家讲 另外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看 刚刚我讲的这个咒语 对不对啊 刚刚讲这个咒语是什么 这个咒语是一个单视角的 这是一个单一视角的一个咒语 那如果想要去生成不同的动作 或者是三视角的话怎么办 如果说你想要生成三视角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之前这个基础的咒语上去 添加一个新的指令 比如说你要生成三视图 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添加 这个三个视角的绘制 然后呢分别是生成这样的三个视角 分别是前视角 背视角 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背视角 还有一个侧视角 全部的步骤都可以用xyz 你可以试一下xyz 但是你在同时去使用xyz的时候 会拉慢你的整个的流程 会拉慢你的整个流程 所以说建议大家先把流程跑通 对吧 我们学习 新手学习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先把我们的流程先跑通 然后再往里面去增加对应的一些 额外的操作 额外的操作 xyz对 xyz本质是测效果 或者说你让它去批量完成一些 你不想要重复去完成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用xyz去测试 去这样的一个生成 它是一个批量化的本 它是一个批量化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呢 我们先把单一的一个流程 先给它生成好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后续的这些操作 好吧 ok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看如果说你要生成三视角 你就加上这样一句话 那你如果说你想要得到其他不同的动作 你可能就需要去增加 对应动作这样的一个线稿 这样的一些描述 然后让它进行生成 这样的话你可以同时让它们去生成多个 这个形象 多个形象的视角 好 我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我用了这个三视图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我用的是三视图 好在下边 你看它会按照我的要求去生成 不同角度的图片对不对 打不同角度的这个形象 当然你如果说它这个时候 我第一次没有给你生成对应的正确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继续 让它重新再给你生成一些 比如说我到第二步的时候 第二次让它再去生成的时候 它就会给到我一个哎觉得还不错的 比如说第一个和第二个 我比较喜欢这个第二左左右上角的这个效果 那右上角这个效果呢 我就可以让它在这个基础之上 给到我更多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你想在MT边 给到某张图让它有更多的变化 该选什么呢 大家告诉我一下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用V对不对 我可以选择V2 这样的话它就会在这张图片的基础之上 给到我更多的一个啊效果的呈现 那更多对没错VTA 是的VTA 这样的话你看 我就可以同时得到很多的这种啊 它的一个正式正式图测试图和倍式图 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讲的 你如果想要在某一个啊 生成固定角色的不同的这个视角 或者是不同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增加你的描述词啊 增加这种三视角的描述词 增加它动作的描述词 去生成更多的形象 然后呢再去进行后边的这个流程啊 再进行后边的流程 好吧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先讲一下 整个的流程啊整个流程 当你把这些流程都跑通了之后 剩下的就是干嘛 剩下就是重复我刚刚讲那些过程啊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你把上面的 6个啊一共10个表情对吧 你10个表情的形象全都去渲染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完成所有表情形象的 一个渲染啊 所有表情形象的一个渲染啊 今天啊 威塔对威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对吧啊 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好吧那这个呢就是 我给大家讲的第一模块的内容啊 第一个模块的内容 啊关于我们的这一个IP形象设计的 一个完整的流程啊 单一的一个动作 它的一个生成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更多丰富的 这一个形象或是动作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 迷子这里那个指令里面去添加啊 去添加然后让它去进行生成 好吧那关于这一部分 答案如果说能够听清楚 或者是听明白的同学来给小老师 回复一个6好吧 啊今天给小老师回复一个6 今天时间控制了 因为因为有很多这个提前就做好的一些操作 一些演示的东西 没有下课哪有那么快啊天啊 我们这刚刚讲了一个部分 对吧还有两个了啊还有两个 这个呢啊第一个关于我们这个形象设计的 可能流程稍微来说有一点点的复杂 对吧有一点复杂 因为有6个步骤啊一共只有6个步骤 然后呢AI能够设计到的一共是三个 然后三个里面又包含了不同的一些细节的操作 哪些细节的操作 那总归的还是咱们的这一个啊 总归还是咱们的啊角色设计 比如说meet journey生成线稿 stable diffusion上色 然后呢stable diffusion的图生图去修改表情 然后由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的controlnet 去完成咱们的这一个3D渲染 啊第7步是什么 就是重复第6步 把你之前生成的那些表情 给它重新渲染一下啊 完成所有形象的渲染啊 完成所有形象的渲染 就这一个啊 完成第6步的操作之后啊 重复一下就可以了 做好了三个半小时的准备 结果50分钟结束怎么会对吧 啊不会的不会的 没有那么快对吧 但是也不会那么久 今天也不会那么久啊 今天也不会那么久 ok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给大家讲的 关于这个人物形象IP的一个设计啊 人物形象IP的一个设计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叫做 做出咱们这种创意感十足的 定制及依拉罐的包装 那像我们生活里面就对 可能关于依拉罐的包装 可能是最容易去接触 而且去改变的 因为我们呃 这一个在你 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你公司里面 去举办什么会议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定制级别的 比如说农夫山泉的那个包装纸 然后呢 还有我们这个依拉罐上的包装 你可以看到很多定制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生活呢 除了要有仪式感之外 我们还有干嘛 还需要有一点点定制的专属感啊 比如说最简单而又通用的 这一个依拉罐的外光定制 也是我们可以很快去接触到的 好这里面你看他可以干嘛 他可以用在生日的定制 可以用在婚庆定制啊 还有这个喜事定制甚至是什么啊 卡通形象的定制以及新年的 在任何很多需要值得庆祝的 或者是这样一些场景 或者是这样一些啊 这样一些场合的时候 我们都是可以用上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设计 是很简单的啊 他的设计很简单 你只需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背景纹理 你如果想用AI去进行设计的话 你需要做的就是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背景纹理的一个生成啊 背景纹理的生成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创意图案的一个制作啊 创意图案的制作 好那关于可乐这个伊拉罐的设计 对吧我去了解了一下 我还去专门问了一下 淘宝上的一些店铺 然后呢我去摸清楚了他们的一些 这个定制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需求 那我呢就把它整个的展开图 给大家放上来 给大家放上来 你像这个可乐罐的平面展开图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巨型对不对 设计出来怎么做 找1688去定制就好了 你把设计图给到它 它会帮你自己去 它会帮你去生成出来 它会帮你自己去生产出来的 所以说呢 你先设计出来了 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设计 你当然也可以出钱 让它对方去帮你设计 但是呢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自己的掌控感 你可以做出更加符合你自己需要的一些设计 当我们有了AI加持之后 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都可以自己做的 AI直接出口了 那也太厉害了吧 AI要直接可以出口了 我就不用在这里喝这个了 对吧 我就可以直接天天直播的时候喝快乐水 1688对吧 1688上定制很便宜 比淘宝上的定制会便宜 淘宝上定制可能会 这个就是生活小妙招 只有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薅羊毛 或者是会过家 会过日子的人才会 去找到1688去找一些这个平地 好 那你当你 因为我去了解了一下 他们那边可以定制的地方有哪些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浅橙色的 叫做背景图案 浅橙色的背景图案 然后呢 这个中间有一个橙色的区域 橙色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可以放置定制图案的区域 定制图案的区域 然后呢 左边这个黑色的区域呢 它就是一个商品信息的固定的区域 比如说放了可乐的配料表 这些东西 然后呢右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对应可乐的一个品牌名 品牌名 好 那这个我们就有两个东西可以定制的 对吧 而且对应的比例呢 也可以帮大家算好了 你像我们这一个可乐的平面展开图 它的背景图案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2比1的 无缝可拼接的背景图案 2比1的一个图案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区域我们可能就是一个 类似于正方形的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9比11的 可定制图案的一个区域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想要去进行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分成两个东西去做 分成两个部分去做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咱们的这一个 可以无缝拼接起来的背景图案 背景图案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可以把你想要定制的图案 来进行一个画风的一个更改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由 AI工具去帮你生成创意的 你只需要输入描述词 然后呢让它去生成创意的图案就行了 好 那当你有了这两个元素之后 你把它拼起来 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去拼都行 你用PPT可以拼 你用这个PS可以拼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上传到什么 可以上传到一些线上的包装平台 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给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的 好 比如说我就用这个无缝可拼接的图案 加上这一个9比11的图案 可定的图案 把它转换一下风格 转换一下风格 你看我把它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这个地方好像字体调了 这个 our wedding 字体调了 就很简单的 上面加个标题 然后呢对应的角色名称放在旁边 哎这样的话我整个的 这个平面效果就做好了对吧 那最后只需要把它上传到哪 上传到这一些 这些在线包装的平台上 你可以给它生成渲染的图片 生成渲染的图片 比如说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 上传到样机里面去 用到样机里面去 给它自动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图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转变是不是很神奇 刚刚还是一个平面图 但是当我去给它 渲染成3D的效果之后 它就变成了哎我们可以 感觉就是可以随时可以拿到的 这样的一个拿在手 手里面的这样的一压罐 好吧 整个流程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具体的过程就很简单 就是首先我要干嘛 首先我们要去生成一个 可以无缝拼接的文理图 对吧 无缝拼接大家知道要用什么吗 无缝拼接的图案要用什么命令呢 来我再问一下大家 考一考大家对我们MG的 这个掌握 有一个词今天重复了很多次啊 我看看 对没错 对吧指令tale 在那个这个stable diffusion里面 tale是干嘛 是它的tale那个是呢 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tale是 把我们的图案分块 然后进行重新渲染 而我们这个在MG里面 它的tale指令 是可以帮我们去生成无缝拼接的 这样一个文理图的 无缝拼接的文理图的 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定制流程 就很简单的 第一个啊 用创意背景的生成 用med journey去干嘛 啊med journey去完成 咱们的这一个背景的生成 然后风格的转换 我们可以用stable diffusion 或者说也可以用MG 直接去完成 你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风格转换 比如说我们电图对不对 啊电图可以快速的去 转换成你想要的风格 然后接下来第三步就是你把这些内容 把它拼接在一起 然后去 进行一个成果效果的依然 啊就是套样机 无论是线上的样机 还是你线下 有同学如果说用学过PS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一些图片 放到PS的样机里面去 来进行一个呈现 好 整个的流程就是这样的啊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延续了我们 最开始给大家讲的东西 给大家讲的东西 一个什么 med journey 创意生成 对不对 第二个stable diffusion去进行图片的转换 啊图片转换 去更加稳定的去控制我们的一些细节 控制我们原图的这个相似的程度 然后呢你再去进行一个套用就行了 好 大家具体的我们先看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med journey 生成创意背景的这个操作 你像这里面的话我给大家 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 这一个指令 给大家总结了这样一个 怎么说也不是指令吗 叫做一个公式 一个公式 你如果想要去生长这样一些啊 简约的图案 这样一些背景的话 尽可能要简约一点点啊 如果说太复杂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边 创意图案放置上面 放上去之后的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 去进行呈现就可以了 这里边呢比如说 一个是背景颜色 然后主体内容啊 背景颜色主体内容 加上tale命令 以及l2啊 这个咱们的这一个 画面的宽 宽高比2比1的命令 对吧 这是一个最后呢 你如果觉得它生成的那个效果 比较的普普通 你觉得太太low了啊 太普通了 那你就可以适当去增加这个s命令 s这个命令是什么 风格化对不对 s这个命令是风格化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公式 就能够去生成啊 非常怎么说呢 就是无缝可拼接的这样的图案 无缝可拼接图案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个最近不是要7C了吗 对吧 21号就要22号的 好像22号就要7C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干嘛 可以有一点点粉红色的这个氛围 粉红色氛围 已经不知道A2是什么了吗 天哪 那你要好好地复习一下 不然的话我们开源老师可能会伤心啊 好吧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最近啊就快要7C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定制一个7C的 相关的这样一个 一拉罐呢 对吧 7C的一拉罐 好 那刚好今天也分享咱们也有 这个我们的 咒语分享关系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7C的口令对吧 好 那我们这里面呢简单的 首先用什么 粉色背景加上爱心 加上云朵加上气球 看到没有 这就是背景加上 对应的物品啊 背景加对应的物品 然后呢 我们再用TEL命令 TEL指令 以及我们这一个 AR的这个宽高笔的图片尺寸的这个口令 这样的话 我就能够得到对应的这样一些背景 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描述 粉色背景 爱心气球 然后加云朵 是不是很 怎么说呢 就一下子少女星爆棚 公主 这个粉红色的公主 蓝朵就蹦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方式去做的 当然你除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外 对吧 你如果想要去自己设计一款 这样的一个饮料 比如说我们柠檬水 或者说橙汁 这些果汁其实也是可以用什么 也是可以用这个命令去生成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白色的背景 加上水珠 加上柠檬切片 然后液体飞溅 这样的话我再加上tel这个命令 加上我们这一个宽高比的2比1 然后呢适当的增加一点点的风格化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加风格化呢 就因为我自己自己去测试的时候 发现我如果不加这个风格化的时候 它生成出来的这一个贴图 就非常的普通 非常普通 比如说你看 这就是我没有加这样的 咱们的这一个s指令的时候 对吧 这就是没有加s指令的时候 它生成出来的这个效果 很普通 就是水加上柠檬切片 没有任何的 我觉得就是 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的一些视觉冲击力 视觉冲击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 普通的 非常朴素的一个东西 你放在这个一拉罐里面 不可能激起我购买的欲望 所以说呢我就在这一个后边 我就重新的去增加了一个s的 这样一个风格化的指令 把它增加成了200 s的指令后面是200 这样的话生成出来的你看 这个效果是不是比原来更强 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有冲击力一些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 所以说当你发现你生成的这个背景 视觉冲击力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适当添加一下这个 style s 就是我们的风格化的这个 这个指定的参数 让我们的整个的背景 能够更加有视觉冲击力一些 好 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可无缝拼接的背景 大家都学会怎么去生成了吗 对吧 来 学会了同学 之前老师说了默认250 对吧 你可以稍微调一下吧 啊250 可以调一下 250的话好像应该是最高的吧 对吧 我记得好像是从50到250 是这个整个的范围 对吧 一般来讲我我自己比较喜欢用200 如果说你设太高的话 可能会有那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超突你想象的那一些效果出来 那我们用200也可以啊 你可以适当调吧 参数都是什么 参数都是活的吗 对吧 我们这个推荐的指令啊 你像我之前大家想象一下啊 大家想一想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一些 有一些参数对吧 那些啊有的同学用的时候就是出不来东西 对吧 那就是什么就是要调嘛 推荐的参数啊 你可以去调的 你不能说老师教什么 你就完全就按照那个去做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把啊东西学死了 好吧 好 S可以标一千 标一千那真的是那那我就 难难以想象 这个MZ到底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好 那这个是我们生成啊 可以给他带来一点点视觉这个什么 风格化的东西 那后边的话比如说 你看今天我看到咒语官分享的那个指令之后 那我让他去生成了一下七夕的这一个 无缝拼接的图案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你看他也是可以无缝拼接的 这个四个啊 一共有四个背景 你可以用他去进行一个拼接 然后呢还有什么 还有可以让他去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干嘛 大家就可以 呃用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一些咒语 对不对 比较应景的咒语 然后呢去生成一个无缝拼接的效果 好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啊 背景生成的这一个举例 大家举的例子对吧 你可以用MZ去帮我们去实现 这一个无缝拼接的这种背景生成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当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需要进入第二步 关于我们图片风格的转换 那这个呢 风格的转换 我们可以用MZ也可以用SD去完成 那我来给大家 因为我最开始可能想的就是用SD对吧 但是呢 也不能说把这个东西都给大家限制死了 所以说呢我把MZ也加进去了 MZ也加进去了 我们可以用MZ或者是SD来完成图片风格的转换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MZ可能就是用什么 用电图加上这个Nizi模式加上IW指令 然后让我们的图片和原图更加接近 比如说像这一个啊 同样用的是那一个结婚照啊 婚纱照 那他呢在这个MZJ里边生成的 可能就更加怎么说呢 就放飞一些 大家更加放飞一些 和原图看上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吧可能就是一个新娘一个新郎就这样子 那其他的这一些风格化的东西可能 就和我们原来的图片没有太大关系了 那如果说你用SD的话 你用这种图生图加二次元的模型 加0.4的重绘幅度的时候 你看你得到这个图片 它的效果就和原图是非常接近的 对吧非常接近的 所以说呢你可以追求有两种不能选择 你如果想让你的这一个一大罐的图案 有更加的有视约冲击力 你就选择什么 你就选择me the journey 然后去进行一个重绘 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加符合你的这一个照片 那我们就用这个SD的图生图二次元模型 加上0.4的重绘幅度 来去完成我们这一个图片风格的一个快速调整 快速转换 OK那这样以来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两个元素对不对 两个元素我们是不是都得到了 一个背景一个创意图案 好那到这一步 对乔方要传统还是放飞自我的 你都可以给他看方案 你你不要让他自己去想对吧 你给他选择大家注意啊 你以后要面对甲方的时候 你就尽可能的不要让他去想 你给他给他选择 你把方案给到他让他自己去选 这样选择会比想这个思考会更容易 所以说大家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对吧 利人利己对吧 他你让他这个做的更舒服 那就选择更舒服 那他对你的话也不会用太 也会有更宽容一些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以后你接单的时候 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 好那这是两个步骤对吧 一个TEL模型的这个背景的生成 另外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图片风格转换的东西 上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两个元素 我们可定制的东西全都已经达到了 对吧全都已经达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生成的 这一个风格转换之后的图片里边 他有个问题 他有个问题是什么 他有个问题就是 他的背景和我们原来的背景是 就是不能够完美融合的对不对 不能够完美融合的 所以说当你把这一些带有背景的图片 放到你的元 放到你的那个TEL的背景图片里面的时候 他会非常的突兀 他会非常突兀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呢 就要用到这个抠图的工具 抠作工具 我不知道之前老师们给大家推荐的什么工具 就是我比较习惯用的一个工具是这个 皮鲜 大家用PS吧 我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皮鲜 就是P 应该叫什么 应该是派还是皮 你就用拼音吧 皮鲜 我用这个皮鲜去来生成的 这个网站呢很容易 就很简单去使用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面呢就已经准备好的 他就是一个什么 你直接打开不用登录 什么都不用登录 你只需要把你的图片复制粘贴过去就行了 复制粘贴过去就行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找到一张图片 我可以点开上传一张吧 好 我在这边去找到一张图片 好你比如说这一个 就用原来的这个结婚照的图片吧 好这个点击打开 他就会自动的去完成这个背景的抠除 看到没有 背景的抠除是可以自动完成的 自动完成之后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你还可以干嘛 选择下载高清的图片 下载高清的图片 甚至可以干嘛 甚至可以把你抠出来的这个图 变成矢量图 在这里有一个trace2svg 对吧 victories.ai 这个网站就是帮你把位图转换成 可以这个无限放大的 矢量图的这个工具点开 他就会自动的去完成整个的一个生成 整个的一个生成 你可以看一下 左边就是什么 左边是不清楚的位图 然后右边呢就是你生成出来的 这个svg的矢量图 看这工具 我是在这里面给大家郑重推荐一下 我觉得是很好用的 我可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你可以这样无限的放大 无限放大 你看放大到这个程度之后 左边的位图就已经全部干嘛了 左边就已经全部模糊掉了 右边他还是有这样一个图形 可以显示出来的 看到没有非常好用 对而且干嘛 而且可以干嘛 而且这个网站他可以干嘛 可以批量去复制 就比如说你完成了这一次之后 我再去复制一张图片过来 还是一样可以用 还是一样可以用 比如说我再点击上传 找一张另外一张 你看他又会在旁边去生成一个新的 这样的话 你可以批量的去完成所有图片 然后统一的进行下载 在这里看到没有 他会告诉你 这里边一共有多少张图片 然后你点击download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所有图片全都下载下来 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我这里边也推荐大家去用 推荐大家去用这个 OK 那当我们把这个图案全都 这个进行了咱们的这个抠除之后 背景抠除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融入到我们的原来的图片 背景里面去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去掉背景之后 去掉背景之后 放到我们的背景图案里面去 背景图案里面去 之后呢我们就添加一下 简单的一些描边文字 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你加上一个 描边文字 当然我这里边的字体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字体 可能在我这边 我公司电脑上有 但是我今天这个地方可能掉了 掉了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就加一个描边字体 这样的话 整个的效果图 其实基本上就算是定制完毕了 定制完毕了 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上传到 借助云样机或者是样机网站 去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制作了 效果制作了 那具体的这个网站呢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这个网站呢叫做包小和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过 如果说你之前有做这种包装设计的话 你可能有了解过这个东西 这个网站 它呢可以帮我们去进行这个效果的预览 效果预览 这个呢我把它发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 大家把它发到去评论区里面 好 这个呢你注册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很多的设计 包装的一些方案了 包装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对应的一些版型 比如说我们这种包装盒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提袋 对吧 大家知道我的那个在刚刚讲的 那个邱小叶的IP形象定制 是怎么在哪去做的吗 就是他的那个周边的展示 其实就是在这个网站上去做的 就在这个网站上去做的 所以说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很多的 一个效果 比如说你在这里打开之后你搜索一拉罐 搜索一拉罐 然后他就会给到你这样一个一拉罐的模型 给到你一拉罐模型 然后你点击去设计 把你的图案上传上去 把你设计好的一个图案上传上去 比如说我之前就已经上传好了一个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拖拽进来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 对照着他的这个对齐的线 然后去调整就好了 放大 你看到没有放大了之后 这个时候刚好严丝合缝的把它填满 对吧 严丝合缝填满 然后右上角这个地方 就可以进行预览 这就是你看他就给你渲染好了 直接就可以看到效果 然后呢你可以点击3D预览 看到对应的一个效果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方便 大家如果说你以后要去做这样 这种定制的预览效果的时候 你可以用他去给他 给他们进给你的 这个用户来进行展示 很方便对不对 是不是很方便 直接给你渲染好了 然后呢当然这里边可能有水印 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有水印的话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渲染 直接点这个渲染 点一下右上角的渲染 然后呢他会进入到一个渲染的 一个场景里面去 好之后你放置了之后 然后调整一下角度放大 调整角度之后放大 然后取消选择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 你看到就是没有没有任何水印的东西 看到没有没有任何水印的这个商品 然后呢你干嘛截图对不对 截图然后扣背景 这个学会了没有 这个方法这个鸡贼的方法 也不能说鸡贼啊 就是帮大家去省钱的方法 学会了没有 你就进入渲染之后 调整一下角度 然后截图 有了截图这还不简单吧 对吧你可以放很大嘛 因为渲染它是可以无 它可以进行无极放大的 所以说呢放大到很高 然后截图 截完图之后 哎是不是又可以回到皮仙 这个网站里面去粘贴一下 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个抠除 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的图片 你的这个效果图就出来了 是吧这就是抠背景 没错啊没错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样的羊毛多来讲 大家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吗 对吧 sd里边我给大家想了很多的 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 嗯 如果说我稍微良心不这个稍微狠一点 是吧就直接让大家去用这个 什么青椒语音 让大家去线上部署 让大家去花钱是吧 那你可能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很多人都无法用到的啊 所以说所以说我在开始在我们开课之前 关于sd的平台我调研了很多 然后呢就筛选了部署这个 很多的这样一个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些平台 所以说大家呢啊 要明白一下我的良苦用心啊 良苦用心 ok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 对吧你可以借助云样机或者是这种 包小和这样一些平台 在线平台去帮你进行这一个啊 效果的一个展示 效果的一个呈现 ok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设计更多的一些 自效的话对吧 自效那自效的话我们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在之前 我记得我们 黑旋老师有给大家讲这个搞定设计 对吧搞定设计里边 他有很多的这一个字体的模板啊 那些字体模板 你是可以借鉴的 那当然你如果想要去生成 这种英文的自效的话 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可以干嘛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特效生成的网站 这个是特效资的一个生成网站 它是仅支持英文的 但是呢它能够生成很多的一些 字体特效啊很多自己特效 黑旋老师是谁 好吧 黑旋老师在旅游旅游的过境中 突然打了个分体啊好 这个网站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也是一样的 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 发送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好 这个网站你打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啊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设计你的 英文字体 因为它有很多的材质啊 还有很多材质 好 直接点ok就行了 哎这个时候还没有再玩 稍等一下 ok你看这个时候呢 你直接在这里面去输入对应的英文就好了 输入对应的英文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秋小叶对吧 秋小叶 你看到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生成这样一个字体测效 你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调整它的一个预设的效果 你可以设计成这样一个叶子的字体 对吧叶子的字体 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这种延时的字体 延时的字体 甚至是什么甚至是云朵字 就不需要我们再去用啊 你如果不想用sd去帮你生成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一个网站 就可以帮你去生成很多的特效的字体 很多特效字体啊 当然它只支持英文啊 它目前只支持英文 那你比如说像这种斑点字 像这种这个玻璃字 这种金属字对不对 还有这样的一个呃 什么这个像素封的字体 还有这种卡通的字体什么都有啊 都在这里面都可以去选择去使用 好你像这个bubble对吧 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你的下载的比例 甚至是可以调整它的背景啊 这些网站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客户的时候去尝试使用一下啊 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16比9的16比10的啊 还有不同的 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视频的封面啊 几些东西你都可以在这里去选择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啊 下载下来之后你可以选择背景是透明的嘛 然后把它上传到你的那个拼到你的那一个 啊一拉罐的设计效果图里面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哎 新的设计方案好吧 那这个大家清楚了没有啊 关于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部分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了解啊 了解到同学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啊 回复一个几了看一下啊回复一吧啊 回复一吧今天就回复一吧 数字太多我记不住了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啊 啊课程的作业啊当然我们课还没有结束 我先给大家讲这个课程作业是什么 以免大家这个对我们啊后课的内容可能有 有的人可能哎没听完就跑了对吧 作业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啊 供大家去选修去生成的一个 哎我的鼠标怎么又不见了 好我们的作业其实就是 设计一款主题的一拉罐啊 比如说主题和主体可以自选 比如说七七的主题婚礼主题啊 游戏主题都可以然后呢你可以把 这一个包装的平面图和 一拉罐的渲染图同时上传就行了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选修作业 那这个是一个选修作业 所以说因为我知道之前前面那几期的作业 对吧大家来说完成起来相当 有一点点的困难所以说呢我在 这一节课倒数第二节课里面 就给大家布置选修的作业就好了啊 大家有余力的时候去做 然后把它提交上来就好 然后呢优先去完成前面的作业啊 优先把我们前面的作业完成起来 就是大家把这个前三节课的内容学完之后 这个作业的实现起来其实就很容易一些 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后边的这些选修作业 好吧 我这样就提前先把这个作业先布置给大家 然后呢大家心里面有个底儿 心里面有个底儿 没有下课 没有下课对都是变现的好主题 是的没错 你看我之前我今天就在这个网站上去逛吧 我逛了一下看一些效果 比如说你看我可以干嘛 我就可以去生成这一个 比如说我喜欢的原神的主题 对吧我就可以干嘛 哎我去找一个角色 然后呢用SD 生成一个角色图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一拉罐上 哎去生成这一个原神主题的 这个游戏主题的这个一拉罐 对不对 当然这个版权是有风险的 对吧大家要仅供学习和参考 商用的时候就要注意版权 这个原神的这个名字需要注意 对最后两节都是选修 最后两节都是选修 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个SD的掌握来说 相对于MG可能会难一些 相对MG会难一些 所以说SD的课程 把我们这个作业呢 对大家的要求就稍微的这个宽松一点点 宽松一点点 改一个字母可以啊 这个呢就是交给大家自己课后去做了 这个是作业 这个是咱们作业好吧 作业清楚了没有 来作业清楚同学来回复一个二 然后呢我们继续返回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来给大家讲最后一节啊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 啊找两个游戏融一下可以可以 为什么不行了对吧 你看我今天就在群里面看的有 有几个同学对吧应该都是 呃平时上除了上班之外还玩游戏 那玩游戏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SD去定制一些角色对吧 啊这个3D的角色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这种主题 风格的这种一拉罐吧啊这种瓶装 包装就行了吧对不对 这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 你在用的过程中就直接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作业都做完了 好那这个是呃我们给大家 布置的作业 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最后一个模块啊 最后一个模块我们这个商品啊 产品宣传图的一个介绍啊 产品宣传图 之前大家是不是也做过这一个 在MJ的这个学习里边 那在我们黑旋老师的课程里边 是不是给大家介绍过 你可以去用MJ去做咱们的这一个啊 商品拍摄的背景对不对 商品拍的背景 然后呢你用MJ生成的商品去进行啊 服装设计怎么落地 服装来说的话 服装设计会比较麻烦比较复杂 因为服装设计你是需要从什么啊 我目前来讲的话 了解到了一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 你先用这个AI工作 去生成一个效果图 有了效果图之后 你去在网上去进行这样一个 意向的筛选吧 就相当于是投票嘛啊 相当于投票 你去看人数选的 投的人比较多的 你就把你就用选那个方案 然后进行后续的落地 那个落地来说 你需要找专业的这一个服装的打板师傅 啊因为我之前是有去了解过的 就是你如果要想要让服装设计落地的话 你首先先得有一个效果图 然后再去用这个效果图 先进行一个投票选择吧 选哪一个就是最热门的啊 别人选的最高的啊 做一个问卷调查 哪个是热度比较高的 你就选那一个 然后呢去找专业的服装打板师傅 因为服装的设计 它会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啊 比如说衣服的袖口领口 各个部分呢它的名称都是有的啊 各个部分都有对应的名称 那每个地方你都需要把它设计到你的图纸上去啊 设到图上去 所以说服装设计确实有一点点难啊 服装设计还是有点难的 你要落地 你要找专业的这一个服装设计师啊 也不是服装设计师啊 就是打板师傅啊 你找到那个服装工厂 然后让他去帮你去进行后续的落地啊 后续的落地 然后以及有一些细节的沟通 也可能要找他们去做 好吧 那这个是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些行业对吧 你要知道我不可能把所有行业的这些啊 整个流程全都给你给大家摸一遍 我只能教到大家啊非常普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够接触到的 都能够去用的这样一个啊 落地的一些实操的东西啊实战的一些东西 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个部分啊 给大家讲第三个部分的话对啊 手机壳也可以很好落地对手机壳也很好落地 然后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制作这种 氛围感十足的产品的宣传图 那之前大家在Midjourney里面学了这个 用Midjourney去生成啊 这个商品拍摄的场景 然后呢再把你用Midjourney生成的产品 放到那个拍摄平台上去对吧 那个产生的效果呢怎么说 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啊拼接感啊 非常明显的拼接感 因为你无法把你两个生成的这样的元素 很好的融合进去对吧 很好融合进去 所以说你像这个你的这一个角度 可能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 那可能就相当于是你的商品是 悬浮在那个平台上的啊 悬浮在平台上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啊 把我们的这一些啊生产力的工具 都给它结合起来啊都可以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产品宣传图既能够有氛围感十足啊 有冲击力又可以和我们的产品完美的结合起来 完美的结合起来 这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流 那用PS打上阴影可以啊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如果想要还更好的融入进去 你可以去学这个PS这个合成对吧 这个就是后话对吧 大家如果想要学更加精细的这种啊 或者是更加有创意的PS的合成 那PS的训练义啊 我们的冯老师在训练义里面欢迎大家 但是如果说你只想要借助啊这一个 简单的PS的操作 以及我们的AI工具去帮你实现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学习接下来的场景啊 接下来场景OK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完整的这种商品生产图 它的一个生产的生产的一个思路啊 啊还是延续我们之前的 这一个Mid Journey的创意和S 这个Stable Diffusion的细节啊 我这里面的中间简单融入了这样的一个PS 一个简单的操作啊很简单的操作 大家不用担心啊大家不用担心 不复杂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 你就用什么用修补工具啊 用修补工具和一个橡皮擦就行了啊 修补工具和橡皮擦就能够好就能够完成OK 那第一个第一个流程就是画场景啊画场景 你可以用Mid Journey对吧 你确定好了你的商品之后 你想要去画哪一个商品在某一个 这个效果图对吧 他在某一个场景里边的一个效果图 你就可以用Mid Journey去生成啊 直接用product这个什么photo of product 然后去就是产品的照片 来去完成这个宣传图的一个生成 效果的一个生成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到PS 他的一个简单的功能就是啊 你可以去把你的商品贴在你的生成的 这个场景里面去 然后呢消除一下里面的瑕疵 啊让我们的商品能够看上去 已经哎有那么一点点合成 或者是融合的一个效果啊 合成或融融合的一个效果 最后你再去用Stable Diffusion 去进行这个更加完美的融合 以及细节的控制啊细节控制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用Stable Diffusion 去直接涂生涂的话对吧 你如果直接去用涂生涂的话怎么办 他会把你的这个商品上的文字细节 给他扭曲掉对吧 那这个时候Stable Diffusion是可以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Stable Diffusion的控制的功能 比如说Line Art啊 或者是我们到这个Depth这些模型 去帮我们去控制他的一个细节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案例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案例 那汐水找什么找谁灌 那都是别人帮你弄好的对吧 你只是要把你的设计图交给对方 交给工厂 工厂会帮你生产好的 帮你去做好的 当然他们用的那个可乐都是正规的可乐 那都是正版的可口可乐 然后只是在外包装上进行一个定制 好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节里边 我们要学习要完成的这个效果 要完成的效果 那比如说我找了一瓶香水粉色的香水 那中间这个是用SD 用这个mid journey生成的这一个效果展示图 但是呢我可以把它完美的融入到 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完美的融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去 完美融入进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相互遮盖的东西是不是 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是非常的 就是完美的还原了 你像这个之前这里边有什么 这个香水是不是被前面的两朵花遮盖住了 对不对 然后前面这些细节你像羽毛 它的这个蓬松度 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个小小小的羽毛团 最后被我们用SD增加细节 变成了这种小羽毛 那整个的商品是完美融入进去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空间关系 也能够更好的融合进去 好吧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那我们就到今天这节 这个小节里边要教大家的完成的东西 就是从我们这一个商品的图片 然后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商品宣传图 这个效果图里边 然后去得到 属于我们自己商品的这样一个宣传图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的演示 过程的一个讲解 那 没有换背景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换背景了 我的背景是一样的 相当于什么呢 你是把这个商品融入到这个原来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我用meet journey 生成的效果图里边去 相当于是把你的商品换掉 对吧 换把你的商品换掉 那我们首先就要先去画一个商品的需求图 对吧 画一个这种商品的宣传图 那meet journey 就是可以帮我们去实现的 那首先呢你在去画这个场景之前 你要先确定好你的需求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香水 粉红色香水 那粉红色香水的拍摄 它的场景搭建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呢 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 对吧那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去网上找一下吧 比如说你可以去花瓣网上 或是其他的一些灵感网站里面去搜一下 比如说粉色香水 他们的这个或者是你去商品的店铺宣传图里面 你看一看那些商家 他们拍摄的这种商品的展示图 里面都有什么元素 对不对都有什么元素 你看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去找了什么 有一些商品 比如说范范思哲的 这个迪奥的对吧 迪奥小姐的 还有这个什么 这些我都可能 我都不清楚对吧 我就只是搜了一下 然后呢我就直接从这些灵感里面去 找到了一些特征元素 大家来告诉我一下 这一种粉红色香水的拍摄拍摄 有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 你看粉色背景对不对 然后花瓣 没错非常正确对不对 粉色背景花瓣 那我们还可以干嘛 因为它是干嘛的 它是有一些梦幻的氛围对不对 粉色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有一些梦幻 有一些这个可爱 或者是这样一些氛围 那你可以在这一个描述词里面去 加上一点点这种梦幻 这个虚无缥缈的一点点的氛围的渲染 所以说呢 对浪漫 没错 没错浪漫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去 提炼出对应的提示词 粉色背景花瓣 然后加上咱们的梦幻氛围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些提示词提炼出来之后 剩下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 或者说你在把这一个要求 画图的要求交给Meter Journey 去生成就行了 Meter Journey去生成就好了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我在这个花瓣的基础之上 我又加了一点点比如说羽毛 哎我觉得羽毛也还不错 对吧 我就加了一点羽毛 那我把这个提示词 发送给Meter Journey 而且用的是这个V5.2 就5.2版本 直男看不到浪漫 没关系 你不用看到浪漫 对吧 你只要去还原它就好了 好 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描述一下 这个粉色的香水瓶 然后呢放在一个粉色的背景前 然后呢被这个羽毛 被这个蕾丝的绸缎 还有这个花朵 还有这一个包围 之后呢就是非常轻 轻缓的这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是一个有梦幻感的 有浪漫感的东西 然后呢把对应的这一个比例 给它写上去3比4 写一下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生成 我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效果图对不对 商品宣传的效果图 你看左边得到一个右边 其实一共有4张图 这里面那我就只放了2张 因为这个地方放不下了 我就放了2张 好 那有了这2张之后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吗 我选一个哎 可能这个空间感比较强的 空间感比较强的 那比如说我就选了这个 有了这个 那当你得到了这一张图片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入到 我们的 稍微有一点点专业的 这个Photoshop里面了 大家等我一下 我家猫知道在看吗 这有点 有一点点开始在 跑酷了 ok 那我继续 我继续回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 Photoshop里面 或者说我们用在线的Photoshop 这个Photop 那一个网页 然后去实现我们的商品的更换 以及瑕疵的一个消除 好这里边呢 我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流程 待会再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商品呢 这个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选择一张 和原商品比例相似的 这样一张图片 这样一张图片 然后呢放到PS里面去 之后我们把商品 就把我们自己的商品 冯老师出来 我的天 那有点这个有点惊悚啊 这个冯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家里边 那还是那我还得啊 我自己都要害怕一下啊 怎么说 就是也不是害怕 就是突然惊喜啊 这个惊一下 好 那你像这里边 我们把商品覆盖在原来的 这一张效果图上 对不对 你看你放上来之后 这就是一个无背景的图片吧 无背景的图片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自由变换 自由变换把它放大 把它放大 放大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品上去 尽可能去覆盖住 尽可能去覆盖原来商品的一个特征 对不对 尽可能覆盖到原来的商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这个覆盖了之后 进行放大了之后 我们是有不可避免有一些瑕疵的 对不对 你像这个地方啊 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平身是比较细长的啊 细长的 所以说左右都会露出来一点点的这个瑕疵啊 露出来这样一些瑕疵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瑕疵来进行一个修补 进行一个修补 那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讲了 我给大家录了一个视频 不可避免的瑕疵怎么去修复对吧 你看用修补工具将瑕疵修复 然后呢 再用原来的这个还原原来空间的一个遮等关系 好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播放一下 我不知道啊 我要设置一下这个播放的效果 就是播放的时候要全屏 这样的话就会更更方便大家去看的 我来设置一下 选中找到播放 播放时全屏播放 ok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操作啊 啊 因为避免我自己动手的时候可能出现翻车 对吧 我就提前录了一下啊 提前录了一下 ok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在这里选择修补工具啊 在这你看修补工具 然后呢把有问题的地方给它圈起来啊 把它选起来 选中了之后 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区域 看到没有 然后呢我把它拖拽一下 拖拽到 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要选一下 就是你的背景图的这个图层 然后再去拖拽 然后呢放到看不到平身的那个位置 这样的话松手 这样的话会自动的去帮你 完成背景的一个融合啊 进行一个调整 你看看就变成这样的 然后我们要套索工具 把圆图层里边的 这一个花瓣的区域啊 有花瓣的区域遮盖的部分 再给它圈起来啊 再给它圈起来 圈完之后 把这一层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然后新建一个图层啊 新建一个图层 待会给大家具体演示啊 新建图层之后粘贴一下 好粘贴一下 粘贴之后 你看我原来的瓶子 是不是就被覆盖住了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一个橡皮擦功能 把这个多余的部分 给它擦干净啊 把这个多余的部分 遮盖到我们瓶身的部分 给它擦干净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家自己去擦除就可以了啊 就是细心一点点就好了 OK擦除完毕之后 我们这一张效果图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啊 我们这张效果图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在PS里面的部分 就全部结束 啊 在PS部分呢 就全部结束了 这个过程大家能看明白吗 啊这个过程就从商品的覆盖 然后到放大 之后呢用这个修补工具 修补瑕疵 然后去还原空间资产关系 整个流程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这个整个思路能看懂吗 能看懂的话 来给我回复一个1 我看看啊 能看懂的话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1 好的啊好的 那如果说你PS用的比较6的话 你可能很容易都能做到这个吧 最后一步明白 最后一步是什么 就是我要还原一下这一个空间的 这个啊 你又要放大窗是吧 没有啊啊 这个就是什么 你把原来的这种空间遮盖的关系 对吧 它的这个这个空间感啊 或者是层次感给它还原出来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啊 最后再去stable diffusion里面 去进行一个融合 这样的话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它能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 这一个原来的图片效果里面去 好具体的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 我来给大家献丑一下 我来献丑一下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做啊 ok 那我们先来打开这个photopeak photopeak这个网站 有点瑕疵右边平子没关系 有有瑕疵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这一步不用做的太细致 因为stable diffusion会出手 stable diffusion会出手 帮你把这些瑕疵都给你消除掉 都给你消除掉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先从电脑中打开对吧 那打开到什么 打开我们之前 生成的这一个呃香水瓶子的 效果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生成的这个宣传图对吧 效果图 然后呢 加载进去 之后我们再导入一下 我们自家的产品啊 在文件里面点击导入 然后找到我们这一个商品的摆底图啊 商品的摆底图 然后打开啊 当然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直接把这一个啊 打开 然后呢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删除背景 当然我们先对他进行一个删格化 然后再进行背景的消除 这样一来 我们的商品的这个背景就会被清除掉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他干嘛 就可以对他来进行一个 位置的调整啊 位置的调整 先把它放到原来的这个瓶子的位置 然后呢进行一个遮盖 用这一个缩放啊 这个自由变换啊 用这个自由变换 然后来进行一个快速的调整 尽可能的去遮盖住你啊 这个原来瓶身的位置啊 这些东西尽可能遮盖住 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啊 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呢点击确定完成这个移动 完成这个移动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消除瑕疵就对啊 消除瑕疵 瑕疵有什么啊 有我们这个瓶子 然后呢还有这个上面有一些啊 这个盖子的位置啊 这个呢我们先在图层里面选择 背景啊选择背景 然后在右在左侧工具栏里面去 找到我们的修补工具 找到修补 把这个区域全都包围起来 把有问题的地方都给它包围起来 OK这个时候啊好像没有包围 包围住啊没关系对吧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有了这个区域之后 你再去鼠标所见去移动它啊 去移动它移动到没有啊 可以看不到这个瓶子的时候就可以了 就可以松手了啊就像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松手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啊羽毛比较多的位置好松手 这个时候呢 就会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背景融合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刚刚那个过程了吧 当我松了松开数到左键之后 它会自动的和我们的背景 进行一个匹配 然后进行一个啊这一个融合 哎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消除掉那一个 哎消除掉瓶子本身的那个效果 好这样一来 这个瑕疵我们消除掉了啊 这个呢被我们消除掉 接下来我们要还原这一个啊 遮盖的关系 把我们的花朵和瓶子的这个遮盖的关系 那首先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套索工具 在这边找到套索 把这里边的 还是在这个背景图层里边啊 注意啊还是在背景图层里边 把我们包含玫瑰花的这个区域 把它选择包围起来啊 选择包围起来 OK 这样的话我们区域被选择了 按Ctrl加C复制一下啊 Ctrl加C复制一下 复制了之后我们来新建一个图层啊 在 右下角这里新建图层 然后把它移动到上面来啊最上面 然后进行一个刚刚的选区的粘贴 看到没有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 刚刚复制的那个区域给它粘贴上来 然后覆盖在了原来的瓶子上面啊 放到原来瓶子上 剩下的最后一步就是拿我们的橡皮擦 在这里找到橡皮擦功能 然后把多余的覆盖住的那个瓶子的位置 给它把它删除掉对吧 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点 按out键加鼠标向上滚轮 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这个橡皮擦 它的大小调高一点点啊调大一点点 把一些瓶子本身原来的位置把它擦除掉啊 没有被花朵覆盖住的地方给它擦掉 然后露出我们瓶子原来的哪个效果 ok ok 这样 然后呢到了细致的部分吧细节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呃笔刷 或者是把这个橡皮擦的 它的笔画给它放的更小一点 右键吧放小一点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细致的细致的擦除 这个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要可以更细心一点啊 当然我这个是可能是有更高效的办法 但是呢我就用非常笨拙的办法啊 但是最终效果是可以出来的啊 非常笨拙的办法帮大家去进行一个实现 好吧这个呢大家也不要怪我对吧 因为我啊还和大家一样 PS的这个能力啊都是一样的啊 可能都还还没还不如很多同学的PS啊 ok 那这样的话 大致的把这个空间关系给它还原出来啊 空间关系还原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效果就搞定了 好吧 这样是不是搞定了 对吧按照我这个流程肯定是能做出来的 那有更高效的方法 大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在这个群里面 进行交流啊进行交流 我就教大家我觉得可以完美 就是每一次都可以实现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方法 好吧到这一步大家能不能听懂 啊整个流程怎么样能听懂啊 能听懂同学来回复一个6好吧 回复一个6 能听懂同学回复一个6 整个过程演示一遍 okok 那我们这个就完成了啊 我们的这一个啊 换商品消瑕疵的这一流程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图片 你把这个图片导出为我们的这个 导出为png图片或者是jpg图片 作为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素材 接下来下一步的素材 我们选择png图片 然后呢把它呢保存一下 比如说啊 你改一个你自己可能理解比较清楚的 即将图生图的图片 即将图生图的图片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到我们自己的电脑文件夹里边啊 好 我在这里边呢找到这个地方 保存 这样的话 我就得到了接下来到sd里边去进行 图生图融合的这张图片来 就不用ps了 对是的没错 那你有了photo p就可以不用ps 因为基本的功能都有 基本的功能都有 好吧 那剩下的对吧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已经ps 它的使命就完成了 我们就接下来就可以回到stable diffusion 里面去了 回到stable stable diffusion里面去 ok 那我们回到ppt里面再给大家讲一下 对吧 sd要出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它去完成分围的融入 因为我们刚刚看给大家看的 我在photo p里面 在我们的ps里面 进行瑕疵修处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是特别的精细对吧 不是特别的精细 所以说它有很多瑕疵 也有刚刚也有同学说了 我这个擦除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 这个像狗啃一样的那个效果 那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我没有做的很精细 没有做很精细 但也不用担心 因为sd会出手 sd会出手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sd 这个商品能够更好的 融入到整个的环境里面 它的光照等等 和它这个氛围融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sd图生图 然后生成一下新的图片 但是呢 为了保证我们在图生图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的这些商品的这个品牌 还有它的整个轮廓不发生改变 它文字和轮廓不发生改变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在CtrlNet里面去上传一张白底图 上传一张白底图 然后选择LineArt去控制它的一个商品的文理细节 商品的文理细节 然后再去重设一下重绘幅度为0.3到0.4 最后生成图片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生成的效果 左边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什么 非常明显的擦除的痕迹 花瓣这些啊 这个边缘轮廓都是非常不自然 非常不自然的 但是当我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你再来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我生成的图片 还有这个地方 再来看一下我生成的图片 是不是非常的完美 看到没有 啊阴影啊 然后花瓣啊 啊这一些轮廓 是不是非常完美 是不是 大家大家呢 看一看对吧 对比一下细节就知道了 以后做了对 懒得抠图就交给SD 你抠的不 就是你可以抠的不那么仔细 可以抠的不那么仔细 然后直接交给它去还原 帮你消除就可以了 他会帮你搞定这一些 可能你觉得 有的有些细小的瑕疵 他会帮你去修复的 不用学PS合成了吗 你要学的那些高级的话 还是要学习一下 我就要只是给大家一些思路 对吧 你要学PS还是要学 你要生成一些特殊的一些效果 可能PS合成会更好一点 好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看的 整个的效果对吧 那具体怎么做呢 具体怎么做其实也很简单 具体做法也很简单 我们回到SD里面 回到SD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 你每次进行SD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比如说我把它刷新一下 把一些你之前的那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可能 上一次完成了这个盲盒的制作 对吧 那可能会有 会有一些残留的参数在里面 所以说呢 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参数重置 OK 然后呢我们再 切换到图生图里面 选择一个 这一个真实性的写实性的大模型 比如说realistic vision realistic vision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也是不错的 是非常适用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普世的那种 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那么就选择这个realistic vision 这个模型 切换了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刚刚生成出来的那张图片 加载进去 在我们这样一个香水里面找到 刚刚写的即将图生图的图片 把它打开加载进去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所以对它进行一个deep blue反推对不对 deep blue反推 反推一下 得到一个图片 得到一个这个提示词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提示词好像没有太多的什么 没有太多的这个细节 比如说什么花朵 但是写的很很笼统对吧 没有那种氛围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 你在进行图生图的时候 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克利普反推的 你是可以进行克利普反推的 点一下 然后呢它这个地方生成的 这个语句 就更加的有这一个怎么说呢 就有加入了对对氛围的一个描写 对氛围的描绘 所以说大家可以等一下用克利普反推 然后去生成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描述 那你如果觉得你担心它这个生成的 哎我这个怎么这么慢好出来了 好如果说你担心它这个长距理解 不是特别透彻是吧 你可以自己手动去调嘛 你可以手动去调 好或者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什么啊 我就把刚刚用在这个mid mid journey里面生成的这个商品图 哎这个香水图 我看在哪里啊 在这个地方是吧 把这个商品图 里边的这个咒语给它复制进来 把它复制进来 不包含咱们的这个比例就什么吧 把它复制 然后粘贴回我们stable diffusion里边 然后来进行图生图吧 好我来粘贴一下 然后呢你剩下加一些品质词嘛 那个基础的棋手式 或者是高清人像棋手式 你这里边有一些高清的东西嘛 然后去掉物干不要的东西啊 去掉不要的东西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你的提示词和你的大模型 是不是都选好了 对不对 都选好了 那剩下的就是干嘛 剩下的就是要去加入一个 我们的白底的图片啊 就是我们商品的白底图 来去控制一下我们商品的细节 控制一下我们商品的细节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去点击上传 在这个controlnet里边 然后点击上传 比如说我们这一张商品的白底图 对不对 商品的白底图 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这个白底图 它的尺寸和我们原来的这个图片的 就是你即将图生图的这个图片 它的位置有些区别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比如说这两张图 你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文件夹里面 这两张图 它的这个位置和大小 是不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想要保留它的细节 你的位置是要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要一模一样才行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还要 回到那个ps里边 把我们刚刚的那个图 哎我是不是把关掉了 没有啊要把我们这个商品图给他 另存了一下 把我们的商品图另存了一下 不是角度是位置 是位置 我们的位置和大小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界面里面对不对 刚刚我去上传stable diffusion 这张CtrlNet图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 在文本 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这个图明显是大于它的吧 对吧 它的这个尺寸 这个香水的图是明显大于这个尺寸的 所以说我需要干嘛 所以说我需要把这个商品的啊 这个白底图调整到和我们这个 激张图生图的 它的那个尺寸是一样的啊 位置和尺寸到都要一样 才能够保留细节啊 才能够保留细节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啊 进入到这个啊 photoP里面 把那个白底图也给它保留下来啊 我们隐藏到最上层的图层和背景图层啊 和背景图层 这样就行了 你只需要保留这个就可以了啊 保留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点击文件 导出为jpg图片就好了 导出 然后呢保存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啊 直播演示 这个商品白底图 然后保存 保存到我们原来这个图片里面 哎点击保存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啊 符合你 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你现在 你要用的那个商品图 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stable stable diffusion里面 再去上传一下就好了啊 再去上传 刚刚生成的这个小的白底图 打开 选择什么选择lineart 然后预处理器realistic 写实提取爆炸一下预览一下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 后续的图生图了啊 后续的图生图 好到这一步大家能看懂吗 能看明白吗 啊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看明白同学来回复一下我 回复一个1 就是这样的啊 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流程到哪啊 流程到这个地方啊 到这里了 上传sd图生图 然后呢在CtrlNet里面上传白底图 控制轮廓 预处理器选lineart 然后呢这个CN 这个CtrlNet更重要啊 这个呢你可以选更重要 也可以选这个平衡 但是呢你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 去还原你的细节 你就把这个CtrlNet模式 控制模式 选择为CtrlNet更重要啊更重要 好我们回到这个stable diffusion里面 把这个模式调一下 调整为更偏向于CtrlNet就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重绘幅度 把它从0.75改到0.3到0.4 比如说0.35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匹配一下这个尺寸 之后来进行我们的重重新生成 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ok等待它生成图片就好了 这个因为它绘制的本来这个圆图的尺寸 就有点高啊就是12这个是多少 是928乘1232这个尺寸 就相对于那个512乘512肯定高很多啊 差不多是两倍了啊差不多是两倍 好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是不是融进来了 对不对这张图是不是融进来了 哎等一下 啊是的啊是的就融进来了 啊我的迭代部署稍微少了点 迭代部署大家就要按照自己平时的那个 3028这样的一个经验值去做啊啊 这样的话你的细节会更高一点 比如说我只选20步 可能看起来细节就少一点啊 细节就不是那么精细 所以说你可以啊再生成一遍 啊用这个高的迭代部署去 让我们的细节更加的啊 绘制的更加清楚一些 ok 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看到没有是不是 当你把我们的部署提升起来之后 我们的这一个图片的细节啊 你像刚刚那个花都是残的对吧 就是那种啊残损的花 但是到现在你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花朵是不是非常的完整啊 非常完整好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一个商品的融入就完成了 对吧商品的图生图 第一部图生图就已经完成了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干嘛 最后我们就是用stable diffusion 然后去加一下它的细节啊 最后用stable diffusion的tail模型 去加一下细节 把它呢再次发送到 我们的图生图里边 然后呢使用tail模型放大尺寸 并且去增加细节啊 并且去增加细节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啊 之前给大家做的案例里面 看到的东西 大家看到的内容 就是还没有图生图之前的这个效果 啊没有图这个没有进行tail放大和 啊增加细节之前的这个效果 它的这个呢你看花朵的颜色色调 还有这个羽毛啊 它的一些精细程度可能就不怎么好啊 但是当我进行了这一个图生图 加tail之后 你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羽毛是不是更加的这个真实一些 而且花朵啊颜色也会更加的浓郁一点 也会浓一点 而且羽毛的这一些纹理啊 也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这就是你用tail增加细节之后的效果 啊用tail增加细节效果 这个整个的流程就很简单 你直接发送过去 然后选择tail模型 重新生成就好了啊 重新生成就好了 好吧这就是我们一整个完整的流程 啊到此为止 我们的这一个小商品的小这个展示图 我们的这个宣传图 就已经全部重置完毕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对吧整个过程非常流畅啊 你每一步他到底你的功能是要去干嘛的 都给你都给大家讲的很清楚 就是一个用mg去生成我们的创意场景 然后呢用我们的photoshop去换商品消瑕疵 用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 融氛围以及增加对应的细节啊 增加细节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去 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图是吧啊 融入到了我们用mg生成的这样一个效果图里去了 好这个大家能听懂看懂的话 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666好不好 啊来给小老师回复一个666 过程就是这样的啊 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啊 具体的一个流程 那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啊意犹未尽 对吧啊别别着急 我们还有另外的案例吗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换一个案例 一样的做法 那换一个案例一样的做法 其实比如说我们刚刚最开始给大家展示的那一个 我们可以干嘛 比如说试试我们制作的罐装饮料的生存图 它也是一样的操作呀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最开始教的第二个教的 我们的一拉罐的那个操作 我们那样的一个方法 先去生成了一个什么爆打仙宁的 这一个秋叶牌的柠檬水的这个产品 那有了它之后我就能够实现 把这一个柠檬水的罐装这个一拉罐 融入到我们用MG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一个商品生存图里面 非常的有冲击力对不对 非常有冲击力好 流传还是一样的 首先用提示词生成对应的这个背景啊 对每次都要做一下 你的这个尺寸呢要匹配才行 所以说呢你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 你把其他的多余的那一个多余的图层隐藏掉 然后直接导出就行了 你只需要把其他的不相关的那个图层隐藏掉 然后重新导出一下 就可以得到那一个商品的白底图 好 你像我们这个实验效果 左边是我们的商品 中间是MG生成的效果图 然后右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最终 你合成之后的效果 合成之后的效果 好 那第一步MG去生成背景 用这一个白色背景水滴柠檬切片 液体飞溅 磁碎的拼接2比1的宽高比 以及风格化200生成效果图 找到效果图之后 用Photoshop对吧 用Photoshop去换商品消瑕疵 你看是不是你直接单纯的放上去 这个遮挡关系是没有的对吧 那我们就用我们那一个 这个用套索工具 把那个叶子给它套就是选取出来 然后呢粘贴到原来的这个一拉罐上 然后呢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擦掉了之后 我们这这个去用这个要不对 擦掉之后 我们这个空间关系 就已经还原出来了 接下来呢就是把它放到SD里边 涂生图融一下 把涂生图融入氛围 最后呢再把它进行这样的一个 再把它进行一个细节增加 或者是这一些光照啊环境啊 这些东西的一个添加 用TEL模型去进行一个生成就好了 ok 这个过程是不是很流畅对不对 刚刚的这个流程啊 和我们之前用那个商品那个啊 香水的那个流程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你以后如果想要去做出这种啊 非常有融入感的 或者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这种商品宣传图 你就可以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流程去做啊 按照我这个流程去做 那你之前用我们那个啊 之前在黑玄老师那些课上 你学到的 把商品直接放在平台上 然后去生成一个展示图 是不是就可以啊 用这个方法去 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优化了 对不对优化了 有时间的话 大家自己一定要去 心自动手去试一下好吧 我们原来你生成的那一个商品展示图 效果不好 那我们就把MG和SD CM学了SD 就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去进行使用 就ok了 ok 那今天这节课啊 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两个小时之内对吧 我们就把它就给大家讲完啊 两个小时之内 整个的三个部分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到了啊 讲到了 箱 是的对吧 这个大家的时间啊 大家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 因为我确实我我也是听劝的 啊 瓷砖拼接是这个风格 瓷砖拼接是什么 瓷砖拼接就是tel啊 啊 瓷砖拼接就是tel 对吧 瓷砖拼接就是tel 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写的嘛 这个地方 我们完成这个 一拉罐的背景图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就是tel模型啊 就是这个tel的指令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是瓷砖拼接嘛 我就把它翻译了一下 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下 再加餐 加餐的话我们就等到 加餐的话我们等到答一好吧 啊 加餐的话我们等到答一 因为我还要再去 要去 因为我还要准备一下明天 这个AI那边的 AI办公营的他们的答一 啊 所以说大家呢 我们这个今天的课程内容 三个场景 大家能够学到 能够掌握就不错了 啊就很好了啊 就很好了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可以留到这个19号的时候吧 啊对吧是吧 是19号吧 应该是19号 19号我们有答一万 又答一加餐吧 对吧 你以为是MJ的风格吗 不是啊不是啊 半公营都是加餐对啊 哎半公营 因为今天晚上是咱们这个 设计营的直播 然后明天是 半公营的这个绘画的答一 然后后天就是咱们 啊设计营的答一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课后的时候 把这个链 啊把这个问题加到我们的 体温连接里面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在 19号晚上 再来给大家进行加餐和答一 好不好啊 这个半公营这个的话 可应对应该这个是第五期 是最后一期半公营了 是的 没关系对吧 你大家想你如果想以后想学 这种半公的话 你在我们训练营里面 我不是在训练营吧对吧 我不是在我们群里面吧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吧 想要点课程里面没有的 想要点课程里面没有的 那就看你能不能这个 你问的问题啊 就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你想要要的 那这个话到时候我们再来 讲一讲对吧 好吧 就看大家的提问了 OK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对吧 就结束了 今天这节课从头 对作业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啊我的作业今天想要不能播的 不能不能播的那那可播不了啊 对吧 那今天的作业就很简单 就是定制一款属于你的主题 一达罐啊 你可以去选择任意的主题 比如说七夕的主题 我们今天我们的咒语观 是不是也给大家分享了 咱们的这一个啊 七夕主题的啊 这个meet journey的咒语 对吧你可以把它结合到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去 这个作业里面去 然后呢婚礼的主题 生日主题 萌宠主题 游戏主题等等 对吧 你可以把你完成后的包装 平面图和压罐渲染图 都同时上传上去 都同时上传上去 小羊主题的天哪 那我就开 我就期待大家的这个脑洞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课就 结束了 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在19号晚上 答疑直播间再见 拜拜 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啊 大家呢可以多多点赞 然后呢 也在评论区里面夸夸我 对吧 我最近确实啊 有点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低落啊 有点低落 毕竟天天在直播 然后呢可能修 没有来得及休息 导致 有点情绪的这个啊 生理上的一些东西 啊 超帅的 感谢的啊 我今天看到我们秦大师对吧 秦大师给我生成了一张图片 我觉得那张图片真的巨帅 我的天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居然能够那么帅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张图片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张图片 那张图片真的是超级帅 我就觉得我怎么啊 我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好看吗 我的天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秦大师给我渲染 生成的 好像是用了我那个什么 那个复古港幔的那个风格 然后呢 再进行换脸对吧 然后我今天 有很多人就说 你给我照着这个瘦下来好不好 就这样 是不是 确实是很好看的 我我也觉得哇 那我真的是可以照着这个模子去练一下了 啊 我要瘦下来 我已经决定我要瘦下来了 我要瘦下来 好的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课程了 感谢各位 在我们评论区里边的夸赞啊 和我鼓励啊 我们下节课再见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 希望大家也可以这个 好好休息一下 睡个好觉 睡个好觉 OK 拜拜 啊头发弄一下是的 目前的话我要先养养头发 我的啊我的头发是 已经快支撑不起来 我做这个发型 拜拜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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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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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